这一天她等了太久 终是鼓足了勇气 那你狠来吧 慢慢给你留着 在最鲜活的年纪 她便被卖到了国地主家 地头的一众卖客 各顶各的精壮小伙 望言望去 唯独黑娃最是顺言 偶有农闲之时 她便会吩咐黑娃做些家务 一来二去 两人日渐熟络 话题也愈发多了起来 销售都有仨人 祖子 有幸为地主仙人等陈 黑娃自是万分小心 只是嘴里的话却不曾停下 爷 你大号叫仨 田下鹅 哦 那我改叫你个仨 叫姨 黑娃体壮 饭量一时不小 田下鹅则是端坐静望 话时报 啥 好吃不 好吃啊 我走的 啥 我什么走的 你走的 哎 好吃 黑娃不解风情 自惹得小小鹅沉笑 她却不曾注意 只顾将肚子添饱 任凭汤水 煎入眼泪 亦没有停止 去 带先到一边去 哎 自此 田小鹅便时常来到地头 以裴老爷监工为名 想着那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思 麦克们皆为操汉 前瞎之时 左论之势 尽是小鹅 道歇不堪入耳的闲言碎语 你看小鹅我狗子 我怎么抛道抛大去 妞子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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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娃奈何不了他人诽谤小鹅 却又自知 彼此身份悬殊 断然没有风花雪月 便要独自归乡 小鹅不好直接挽留 便只得出口试探 那还说 是明天到地里 看你们可美 人家说你到地里 是非得看男人 我到地里了 是为了看你了 话已至此 彼此心意了然 自是不必再藏着掖掌 那你黑白白 慢慢给你留着 你啊 我看在住家 一天五江能帮你 真景色从来都抹半天 我看成一回 我像你 哎 那也是同一回 地主家小妾爱上长弓 东窗事发 难免遭了一顿毒打 旧社会逼色的高强大院 又怎能困住 向往自由的灵魂 田小娥誓死亦不悔感 只惹得地主老爷痛下杀手 吃重金 勒令麦克们将二人处死 都是底层苦哈哈的穷人 谁又会置谁于死地 麦克们便私下偷放了二人 黑娃带着小娥回到家乡 白鹿园 这里生活的人们 亦是以白鹿两大家族的族规为律法 黑娃平白带回来的漂亮女人 足可以让整个白鹿园的男人们 蠢蠢欲动 表演 表演你恨 白家族长白家轩 得知小娥来历 断然不同意黑娃二人婚事 倘若黑娃执意迎娶 在小娥百年以后 亦不会有她容身之所 咱北鹿园女祠堂 不是随便三人向尽就近底 陆三得知儿子此般行径 亦是悲愤难当 你给我滚 你不色雅你 你给我滚 小娥好心相劝 却反畏恶语相对 二人终止得住进了半山腰的 喝酒窑洞之内 土墙烂窗 条件甚是艰苦 日子嘛 总会越过越好 可在那动荡的岁月里 想活得安生 无异于吃人说梦 人人皆为自保 想要活下去便只能反抗 黑娃便带人 将斐类寄予的麦田 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之后便逃往他乡 为了寻得黑娃下落 小娥只能求助于相约陆子林 而陆子林属实算不得善良 她假借提供信息为由 便强行闯进了田小娥的生活 田小娥念及黑娃生死未卜 在这白露园一时举目无亲 便只得匪身于陆子林 更早给娃回来 给娃 生娃杆杆 你就生娃杆杆 此日 园上出了名的傻子 误闯小娥家门 却被白家轩逮了现行 惩罚傻子的同时 也并没饶了田小娥 体肤之痛有何忍 只是这遭于这白露园上 便坐实了田小娥的臭名 大雨倾盆 白孝文扛着根木头 扣响了田小娥家门 田小娥问其来意 白孝文却只说 正怕大雨冲塌了窑洞 此番前来 为其家固 田小娥若无感动是假 便邀她进屋烤火 两人相谈甚酒 直至屋外雨停 白孝文亦不曾再度离去 陆子林得知后 便将此事告语白家轩 兄弟情义提醒为假 寄予组长职位是真 白家轩本是将心将疑 直至亲眼看见 儿子由那破窑洞走出 只觉得气血翻涌 便气云愣过去 她将儿子怒打一顿 之后便分了家 而沉溺于温柔乡的白孝文 又岂致悔改 她将分到手的房产田地 西数借卖给了陆子林 之后便带着田小娥 天天照耀过世夜夜花天酒地 时日无多 白孝文便与田小娥 也将家产全部败尽 而此时的田小娥 却已身怀六甲 我该帮你去回家 我说帮我去回家 你这儿的家在那儿 可彼时世道混乱 天又赶上了大饥荒 白孝文只得将自己败给部队 可领了大员后 部队便随即开拔 连送回家的机会都没有 陆三及时追了过来 眼见干儿子此番离去 生死未卜 亲儿子落涛他乡 渺无音讯 这一切 怎可说与白小鹅无关 她手指缩镖高刃 指一下便知 高尖已然穿透熊泪 这个白鹿圆上 最具争议的女人 便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喜欢的评论家关注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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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